抢供五倍券的商机 台中市政府日前追加3.5亿元的预算 要在购物节期间来加码抽现金 获得了多数蓝营议员的赞许 但不少绿营议员则认为 这样的方案根本无助市井小民 甚至被抽走的现金 也不见得会蓄留在台中消费 搭配行政院振兴五倍券 市府办领家值计划追加3.5亿预算 要投入10月将登场的台中购物节 提供现金抽奖 而当中更有1500万是行政费用 让市议员黄首达痛批 根本是胡编烂编 去年台中购物节以3100万预算 创造总消费金额90亿 但至终就有20.6亿为买房买车金额 绿营议员认为加码现金抽奖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抽奖机会中奖几率相对较少 根本是爽到富人 况且抽出来的这3亿多现金 也无法保证会回流台中在地商家 认为追加10倍预算 根本没有实质搭配振兴券 恐怕还会让市民宁愿将五倍券 带到外县市消费 要有这种可以折抵现金的台中限定的折抵现金券 让他抽到以后 我继续用在台中市 你有重视基层经济 小明经济吗 还是都只是自满于自己的一个说辞 自我感觉良好 绿营议员认为市府扩大购物节现金抽奖 无助基层摊商经济振兴 但蓝营议员则赞同 认为现金就是很大的诱因 高雄你要拿五千块才能换一千块的券 那你这个券你会不会一定会用 也不一定 他有时候限期各方面等等 所以你用一千块 用五千块 我们不是啊 我们一般来讲五百块换一个抽奖 但是如果你在我们特约商店的话 他就三倍算 你只要167块就有个抽奖机会 卢秀燕强调六都中只有台中市抽现金 也将针对山海屯区设计活动带动买气 有信心吸引民众来台中花五倍券